朱元璋晚年大开杀戒 唯独汤河独善其身 还被赏刺一百美女 醉身梦死寻欢作乐 那么奥秘到底何在 皇上瞧瞧 看臣把谁给您带来 皇上 汤河 汤河南征归来 朱元璋大白宴席 并在酒桌上提前透露 要给汤河加封信国公 并辞免死铁券一枚 这下把汤河给乐了 于是这一高兴借着酒劲 就给朱元璋开起了玩笑 你大大小小有十四个儿子吧 这日后都得封王 封 一个也不落下 朱元璋也在兴头上 扬言只要自己活着 子子孙孙全都得封王 让子孙后代镇守江山 自己心里才算踏实 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 他此时才四十三岁 而且身体壮得像头牛 日后肯定生出更多的儿子 儿子们又生儿子 子子孙孙无穷敬言 是不是都得封王啊 是啊 咱要一波一波的封下去 汤河等的就是这句话 于是高潮来了 那么不出十代 整个大明就会有成千上万个王 那不得把大明给掌破了 此言一出 众人哈哈大笑 汤河正得一失 朱元璋脸色一变 这话谁说的 汤河心里咯噔一下 突然感觉说错话了 于是继续装罪 什么话 朱元璋不依不着 学答见势不妙 干净解尾 尚未又要胡乱菜一辣 来来来来来 尽量朱元璋的脸翻得比书还快 冷冷地看向徐达 趁我没有发火之前 赶紧把汤河掺回去 吃点小酒 没事 汤河依旧说着醉话 以至于把徐达都蒙住了 马车开到汤河府地时 他正要去服醉酒的汤河 却发现汤河突然清醒过来 你到底醉没醉啊 我想醉 可就是醉不到啊 徐达这才明白 汤河原来是装的 就在他责怪汤河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事 汤河却反过来问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前回京吗 徐达轻描淡写 不就是皇上催你吗 不 是尚未逼我回来的 原来汤河难征告解 正要成胜追击时 朱雁章却连下几道亡命 让他把三十营的兵马 分掉给秦王和晋王 一营大约五千人 三十营就是十五万人 这等于把汤河给架空了呀 而皇上这么做 就是在变相地收缴他的军权 所以他才聪明地 仙叶奸臣赶回京市 回来得越早 皇上越放心 自己也就越安全 不光你 我的兵马 也全部交给朝廷了 徐达也趁机大吐哭水 可汤河却要劝他看淡一些 昔日生死于共的兄弟 如今连跟他说句心里话 保不齐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哎 汤河 言过了啊 徐达有些难以置信 可话音刚落 汤河的话就被验证了 朱远章的贴身太监 拿着个小饭盒 说是给两位元帅送行酒汤 可那眼睛却直溜溜地 往二人身上仔细地打料 知知确认二人确实醉了 这才匆匆地回功复命去了 现在明白了吗 上回派他来打探情况的 我敢保证 如果刚才汤河不装醉 而是与徐达一起胡咧咧 别说是刚封的国公位 恐怕就连这颗脑袋 都抱不到明天了 不信你看朱远章 当太监向他禀报 亲眼看见汤河与徐达 醉得像两条泥球 贪软得都爬不起来时 朱远章的杀心依然不见 你看见的只是他们的模样 却看不见他们的心思 正是看透了朱远章 汤河从此明哲保身 朱远章需要他时 甘坐帝王手里一杆枪 朱远章不需要他时 就乖乖地上脚兵犬 乐呵呵地坐一副家屋 年事大了就告老还乡 临走之前还要了一百名美女 从此浸泡在微柔乡里 朱远章大杀功臣时 汤河不仅独善其身 还在死后被追封为东欧王 这份书卢在大明王朝恐怕也就 独自一份了 朱远章大杀功臣